台湾的文创产业可能正陷入尴尬 不过接下来我们带您看到 被视为明星产业的电子行动商务 今年是所谓的行动支付元年 产值上看兆元 不过其实台湾的行动支付观念 还在发展阶段 眼看美国、中国行动支付的发展 甚至到第三方支付都有一定规模 台湾在追寻创新服务支付模式的同时 也不得不注意其中所夹带的危机 与风险 5月3日 连到两年多的台湾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 中英通过各家业者跨界联盟 迎接兆元产业 如果只有传统的实体服务或实体产业 已经没有庞大的online 甚至行动的资讯系统的support或支持 它是无法提供更实际的 消费者多元的一个需求 你必须要同时去满足它 在不同的消费情境底下 提供一个最适合的服务方式 一个星期内 透过旅游业神社集团和ECLIFE 康泰数位的电子票建联合平台 台湾电商龙头PC Homes公司 与中国信货合作 推出开行动钱包 责定小额行动支付 联合国际FlyBuy 电子商城 以及国运龙头台营 首批办理网络代收代付等服务 立即初级 天外打折行动支付口号 概念来自第三方支付 过去消费者来到了商店 才成为交易的开始 那现在看起来来到商店 即可能已经是交易的结束 1998年美国网拍商Ebay 创立支付工具PayPal 2004年中国淘宝网创立支付宝 2013年网络家庭董事长张洪志 创立了PC Pay支付联 提供网购相关服务 面对第三方支付新型产业 台湾网商叙事淡发 淡卡在台湾法令 辞职无法进行 最后金融业的加注 让第三方支付专法审议过程 争议不断 完全没有所谓的黑箱作业 双方我们 我想银行工会跟金管会 都是一个好意 台湾跑出这么多银行 去做第三方支付 这是一个大的浪费 没有几家会得到足够的流量 很多法令的确是 制定上面有点过于严苛 那导致说未来可能创新的部分 会比较少 那当然是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 但是无形之中 你也是因为过分保护消费者 导致说你很多创新 很多新的业务 很多新的机会 可能就没有开展的机会 第三方支付法规 台湾拉到金融管理高度 严格监控 而中国淘宝网的支付宝 在2004年 因应C2C交易开创 作为买卖方之外的第三方机构 隔了六年 中国才颁布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设置门槛支付宝在2011年拿到支付牌照 目前拥有近五亿的注册用户数 大陆的这样的一个立法体力 你会看到它是两条线 银行做银行的 非金融机构做非金融机构的 可是在台湾 我们比较特别的 我们是把 所有做第三方支付的业者 包括你是银行 包括你是非银行 包括你可能是所谓电子票证业者 我们都把它绑在同一个法律里面 以现在的专法跟主管机关的态度来看的话 至少鱼儿宝 娱乐宝 或是我刚才讲的这些 公益链融资 阿里少代这件事情 都是我们现在业者不能做的 各国法规 牵动第三方支付发展 来看到美国Ebay的支付工具 Apple发表后 称霸美国线上付款市场 在Ebay交易 通过信用评价规则 买卖双方受到一定的保护 主要使用信用卡付款 通过PayPal保护私密 目前使用者1.65亿人 遍布200个国家 交易量达180亿笔 超过一兆美元 欧美进行的它的一个模式 不管它是行动支付 或者是第三方支付 它比较偏向就是所谓 信用卡的一个模式 它绑定的这些消费者 它必须要有一个银行的账户 它必须要有这种信用卡的 一个真信的一个记录 但是在亚太地区 我们看到非常不一样的模式 就是以台湾地区来讲 目前我们知道 在这个手机上 这个卡片流通量最高的 其实是悠悠卡 它其实是有点像是所谓的 金融卡跟Debit卡的一个混合 台湾第三方支付虽然起步较晚 但在行动支付方面 IDC预计 2015年台湾行动支付市场规模 可达新台币890亿元 年成长率为42% 其中远距支付的P2P 与行动商务 占整体行动支付的98.2% 近距支付的NFC与QR Code 预计三年后 可达新台币138亿元规模 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 它对于就是这个资本额的门槛 其实是很高的 如果你要从事除值 或者是那个款项拨付的话 你的资本要达到新台币5亿元 它把第三方支付的模式 用在大家比较理解那种支付宝 这种大型的机构 可是其实我们台湾 能够有多少家支付宝 其实可能一家两家就够了 这世界多元化 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 曾说台湾电商发展落后 中国三到五年 更预估五年之内 中国的电子商务将超过实体登录 不过预复国际情势 第三方支付 似乎随着国家的文化与习性 有所变啊 第一个是法治环境的问题 第二个我觉得 可能还是整体的 使用习惯跟接受度的问题 或许主管机关 他觉得2015要朝这个方向去做 但是如果2015就可以做到一兆 我是觉得可能还需要努力 2015年 堪称台湾行动支付云年 加上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通过 对未来台湾电商发展 能够达到多少加分作用 就看电商提出的诱因 是否能够抓住民众的需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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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